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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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 我是保罗 這一集的主題呢 是怎麼樣操控方塊 也就是所謂的Fitness 那這次的 整個重點呢就是 要如何來設計 最適合你 然後最適合你玩的 遊戲的最佳控制法 那 這個 當然如果你已經到一個 程度說 移動這個方塊放在那裡 多按一次 按鍵少按一次按鍵 對你來說都有 影響的話那可見 這已經是一個蠻 進階的題目了 不過我在這一集裡面 我不打算 就是 講太多關於 那方面的東西 我只想 解釋一下這個步驟 是怎麼樣 我們可以怎麼樣 來設計一個自己 最適合的最佳化的控制法 那我想要講的是 先解釋它的原理和一些原則 然後呢我們會 主要這個是環繞在 這一套系統 叫做2-step finesse 這一套系統 那我把它稱為 二步式操控法 的這套系統 所以我會先解釋原理原則 還有示範這一套系統 那至於說 練習這個對加化控制的一些利弊 還是我個人練習的一些感想和建議練習的方法等等的話 我想就留給下一次 再來解釋好了 這樣子 恩 好 為了害怕這個聲音破掉 讓我暫停一下 好 我的聲音有時候好像會出問題 所以不要一次錄太長比較好 恩 好 所以我們 這個 為了尋找這個 最好的控制方法呢 我們先來看看 什麼是二步式操控 那我們來看看二步式操控 利用的哪一些原理 然後還有它的一些假設 那我們可以 在了解它以後再來 做一些取捨 因為它不一定是 對每一個遊戲來說都是最好的控制方法 所以如果我要用一句話 來形容什麼是二步式操控法的話 那就是呢 任何一個方塊 不管是轉什麼方向 你要把它移到什麼位置 把它丟下去呢 都可以 用不超過按兩次移動 和不超過兩次旋轉來達成 那這邊的移動呢 是拉到牆也算是一次移動 好 所以像是 好 像是 嗯 如果我要把這個S呢 放到 離右邊的牆一格的位置的話 好 我可以 按三下 又 往右移 這樣是一二三三次 那這樣的話 就超過我剛才說的兩次移動 不過我可以 拉到最右邊的牆一次 這樣算是一次移動 然後再拉回來 這樣就是兩次移動 好 那兩次旋轉的話就很容易了解 因為 左轉跟右轉嘛 那最多旋轉的次數就是 反轉 按兩次旋轉把它按成反轉 好 所以這一套系統呢 是 以剛才這個 呃 在這個 移到牆是算一次按鍵 一次移動 這個假設下面呢 這套系統是用最少按鍵的 一套移動方法 好 那 他利用的 到的一些原則呢 他利用到左右旋轉的時候呢 方塊的位置會怎麼樣改變 好 他 這個利用的 呃 呃 呃 有兩種方法 等一下 我會來講一下 好 那 每個方塊有四個轉向 這在我的 呃 SRS扭轉介紹的影片裡面有講到 那 不同轉向的話 好 那我直接來示範一下好了 呃 所以好 使用這個 利用到左右旋轉的第一種利用方法就是 像是 之前有做過就是 這個S方塊呢 開始以後右轉是在這個位置 可是開始以後左轉呢 則是在這個位置 好 右轉在這裡 左轉在這裡 好 插了一個 所以呢 如果我要放在這個位置 好 直立的放在離左邊的牆三格的這個位置的話 那最簡潔的按法 是按一次左轉以後把它放下 我根本不用按移動 那如果我只會右轉的話 我變成要右轉 然後我還要往左推一個 超過了 我要這個右轉以後我要往左推一個 才會到我要的位置 那這就不如這個 左轉以後放 來的簡潔 插了一次按鍵 好 然後另外一個 呃 利用方法呢 是 跟這個 推到牆有關係 那如果我這個s 好 假設我要把它直立的 放到 呃 離右邊的牆一格 好 也就是這個位置 那怎麼按呢 好 那我當然如果 呃 我先故意做一個很爛的按法 那我就先左轉 然後我按 1 2 欸 抱歉 按太久 這個左轉一次 我按1 2 3 4 這樣到我要的位置 這樣當然是很 很沒效率 如果先右轉的話呢 我只要按1 2 3 3次就到 那不過呢 那當然這個 我們剛才看過了 如果我們推到牆 再推回來的話 那又是少一次 可以 轉 左轉右轉都可以 然後推到 快要到底了 我轉了以後 我可以推到牆 然後再拉回來 所以我就按了兩次移動 跟一次旋轉 可是其實這都不是最 呃 最簡潔的按法 最簡潔的按法是怎麼樣呢 是 先不要轉 到牆以後放開移動鍵 然後 左轉 它就會到這個位置 那同理我們也可以 呃 如果是另外一邊的話 我們可以左到底以後 右轉 它會到離牆一個的位置 所以 呃 有 這個 這整套 惡布式金控裡面有一些 按法真的是 如果你沒有看過的話 呃 會蠻奇怪的 然後 不是非常直覺的 的按法 這樣 好 那我再休息一下 好 我們繼續 呃 所以 呃 惡布式操控法 它是用最少按鍵的一套系統 可是最少按鍵不一定代表它是最快速的移動法 呃 這要看 你玩的遊戲 它本身 主要是看它這個左右橫移的速度 移動的速度 有多快 呃 那如果 呃 我覺得應該要 所以 你應該要先決定說 呃 我最常玩的遊戲是什麼 或是說我打算要玩的 呃 俄羅斯方塊 是哪一款遊戲 然後呢 用那一款遊戲來測試 來 來這個 修改 呃 從惡布式操控法 作為一個起點 然後來 修改它 然後來 找出最適合自己 最適合那一款遊戲 的操控方法 好 所以 呃 在 這些 呃 所以 俄羅斯操控法 它有一些假設 好 這個是 我覺得 呃 呃 值得測試的 幾個 呃 關鍵的 條件 呃 呃 這個格式是 移動牆 呃 快於 按三四下 好 這個小寫 就是覺得時間嘛 時間短就是快 所以 呃 左邊快於右邊 這個 這四個條件是 二部式操控法 有用到的條件 那 越下面 好 這四個裡面 越下面越有 有這個 取捨的空間 好 所以讓我來示範一下 這個 移動到牆呢 所以 而不是操控法 假設 呃 移動到牆的速度 比按下 或是按四下 要來的快 好 所以 像是 呃 這個S方塊 移到最左邊的話 是按三下 移到最右邊的時候 按四下 好 大多數的遊戲的話 應該都是按住 讓它到底會比較快 好 那 像是 nofomino的話 它是瞬間的 那當然是不用說 好 這比按三下 按四 或是按四下來的快 好 好 再下來是 移到牆放開 會比按三下來的快 那這個 你可能 從這邊開始 你可能就要開始測試了 是不是你 你的情況 是不是這樣子 好 好 移動到牆放開 是不是比按三下來的快 那 指的是這種情況 好 就是 呃 為什麼要說放開呢 就是我剛才說的這個位置 移動到牆以後 放開移動鍵 以後左轉 會到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 也有 另外一個按法是 往右轉 然後移動三次 好 所以這個是 移動牆放開 跟按三下的比較 所以 你可能就要像是 呃 用Nopomino 還是 呃 不是用 你要玩的遊戲 然後來 實際測試看看 到底是 哪一個比較快 所以 像是我用Nopomino的話 我可以 呃 呃 丟五個方塊看看 好 五次 我又放錯 好 這樣花了1秒 1.96秒 好 那我可以試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呃 橫移三次 欸 忘了轉 我應該是 對 我要這樣子按 所以 按三下 哇 所以我按三下很容易按錯 我 忘了按停止 好 2.85秒 是比剛才要來的慢 所以這個移動牆以後放開 呃 我們再看下一個 移到牆以後再退一格 會比按三下快嗎 好 那這個的話 呃 呃 就是 像是這個位置 就是橫向 呃 離最右邊一格 一二三 三次 離牆邊一格 那 他的替代按法是 到牆以後退回一格 那 那 這個有沒有 這個到底退回有沒有比較快 那你就需要測試 好 這樣是 2.15秒 那 那當然我只是 示範一下啦 這個 都不準 這個 真的要 真的要確定的話 就是要 呃 多試幾次 啊 我放錯了一個 而且還是稍微慢一點 所以 看來 呃 可能 在我現在的這個情況下 這個假設是成立的 好 最後一個 移到牆放開 是不是比按兩下有來的快 好 這 這像是 呃 離左邊的牆一格的時候 我可以左轉以後 按兩次左 會到這個位置 我也可以 左到底以後 放開 右轉 到底放開以後 右轉 好 那這個 這個就 我就覺得 就算是在 移動速度最快的 Nopomino底下 呃 有沒有比較好 都已經 有一點 呃 我不太確定 哇 這不太好 再一次看看 所以我剛才是測試 就是 到底放開 好 是1秒85 雖然是有放錯 那我現在來測試這個 按兩下 按兩下 按兩下左轉 按 按太慢 1秒98 所以這個 像這個的話就非常接近 如果是在 如果是在 那個 橫移速度比較慢的 游戲裡的話 像這個 就 可能就 要好好考慮 是不是還要用 二 二部式 二部式 操控法 的按法 呃 那你也可以 決定說 呃 這兩種按法裡面 哪一個對你來說 是比較習慣 或是說 比較不容易出錯 也會 測試 任私 切符 也會 轉 安 到 坐 看